也所剩无几 然后猴子们没办法生存 于是呢 剩下猴子的三分之一离开花果山 所以他说 什么叫做剩下的猴子 就刚刚那个五分之三对不对 对不对 就刚刚没有烧死的叫剩下 因为今天都烧死了对吧 所以五分之三是剩下的猴子 他说他的什么 三分之一 所以现在变成是 又要在讲三分之一对不对 可是这三分之一是对谁在讲 这三分之一是对谁在讲 就是离开的 对离开的对不对 来慢慢来哦 本来有这么多猴子对不对 然后呢 五分之二是这样五分 一二三四五对不对 五分之二 五分之二休息了对不对 五分之二休息了对不对 对 这是死掉的嘛 死掉就没了嘛 但是你心里面要马上想 哎 还有春的嘛对不对 没休息的 没休息的就是什么呢 五分之三对不对 春嘛对不对 春我用到两个还剩下三个嘛 所以跟春一个两个三个 这叫五分之三对不对 大概意思吗 这个已经死掉了对不对 所以他讲的那句话到底什么意思 他说剩下的三分之一 哎 所以是在这里面对不对 所以他在从这里面 大概把分对不对 他说这里面 他说从这里面 哎 这里面的三分之一 啊怎样 他把这个的三分之一把它怎样 他说他的三分之一怎样 离开花果山了 哎 哎 三分之一离开了 三分之一等离开了 对不对 哎 那代表什么意思呢 有一句话他也等于讲了 三分之一离开就代表 三分之二留下来 对不对 好 所以有三分之二留下来 看得懂我的图形的意思吗 你这一题应该就算解完哦 算快解完哦 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来 请你们把这个图形 哎 等一下我问你一个问题哦 你怎么加倍什么 对 图形要画什么 哎 你看哦 刚才是不是刚才还有三个对不对 这三个三分他是不是帮我分好了 从这一个 这一些猴子来三分嘛 对不对 这些猴子他已经帮我三分了 对不对 所以是不是只剩下 对不对 这个是什么 三分之二 哎他已经帮我分好了 对不对 三分 三分之二 所以他是两个 你把这整个图画起来 然后把这一题解出来 我看看你们能不能解出答案 你们上面的答案先盖着不要看哦 我知道你们上面都有写答案了 你都不要看哦 你也不要看他怎么算了 都不要理他 我们就这样慢慢的了解 慢慢的了解 诶 这多少人你怎么知道 这多少猴子啊 猴子 猴子是多少猴子 猴子 所以我画这条是800只猴子 对不对 慢慢慢慢分对不对 把这个图画出来 画在笔记本上 然后把这一题解出来 我们在第几页呢 42页 42页 答案不要看啊 写在笔记本上 答案不要看 看题目就好 你把那个图看看看清楚 那个图就是把题目弄懂而已 把图画一画 然后呢 不错 你图画的很棒 好久不见耶 那个把图画一画 然后呢 那个 嗯 图画好之后 就把答案算出来 你都不要去看你们老师怎么教的 也不要去写 也不要去看你们当初答案写什么 都不要 你就很纯粹看图 应用问题很简单 你就图画一画 答案就出来了 啊他的 啊我的这个图的想法很简单 就是 他告诉我五分之二死掉 我心里面就要想到有五分之三是留下来 这样 你告诉我 有三分之一离开 我就心里面就想说三分之二是留下来的 这样 他就是一个说一个传播嘛 把图画出来哦 你要搭配着题目然后把图画出来 然后呢去想想看要怎么把这一题解出来 最后你要告诉我他到底答案是什么 这样 好 然后算出来的我看一下 然后算出来的我看一下 你这样算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你看看你能不能看得懂我在算什么 他最后是要问什么呢 他在问最后剩几支对不对 所以是留下来的 你这个图没有画完 你这里没有画完 如果用我黑板的图 我会这样算 我不知道你看不看得懂我在写什么 我会这样算 用黑板的图 你这个想法没有什么问题啊 只是因为这一题很特别 这一题很特别所以我可以这样算 你看得懂我在写什么呢 有看到哦 嗯 把它写出来就是我为什么可以这样算 把它想出来然后这个格子要把它画好 看得懂代表很厉害 只是因为这里特别 因为它刚好从头到尾都一样 有看到吗 嗯 如果它不一样我就可能就没办法这样算 可能还要稍微调整一下这样而已 好 但是你一开始的写法写得非常好 很棒 对 它是因为这样 因为这边的每一格跟这边的每一格都一样 这边的五格当然是这边的两 就是两格加五格变五格对不对 然后它接下来在三分的时候 它格子有变小吗 没有 这个的三分 因为它刚好就三分 所以我根本也不用三分 就是它过来就变成是一个整体 就变成这一条对不对 那这一条的三分就刚好从那边过来的 嗯 所以这边 这边的一分就刚好这一个就是这一个 格子大小从头到尾都一样 找到共享嘛 所以我才可以这样算 可是它这个想法是很棒的 这个想法是所有题目都可以这样解 我这个解法是这个题目可以这样解 那因为我图形画出来了 我当然会这样算 嗯 因为它每一格都一样大 这一格就从这里来 这一格又从这里来 一个都一样大 每一个都一样大 所以这个刚才一格 那这两格 那两格有才来的 那不是 对不对 刚好可以 不是哪一题都可以 然后再看看还有没有其他题目有问题 可以先准备问我或是先看 写得非常好继续 不错哦 很棒 欸你们都算得很棒 把他答案算出来 因为最后我要知道留下来 留下来这边到底有几支 一开始我有八百支 我还是要算出最后的那个答案 是12页 你自己要看题目 因为到时候是你看题目 不是我看题目 懂意思吗 那你不要看他们的答案这样 然后图形你已经都有 然后再对一下 然后他要问的是 最后到底剩几支 对不对 最后到底剩几支 很棒 可是你要小心哦 他最后想要问的是什么问题 我们先看一下 他想要问的是 你这个图 因为我刚刚你在弄不知道你能不能听 八百支五分之后死掉 对不对 所以八百支五分之后是死掉的 然后呢 这个是不是留下来的 这剩下的嘛 然后他就继续讲 后来他又被火球攻击 又没办法生存 所以他剩下猴子的三分之一 所以 他就不会去说死掉的 对不对 他会说村的嘛 所以村的这再过来 这又继续游戴的嘛 为村的这还三分之二 这还三分之二嘛 对不对 因为三分之一流了 三分之一离开 然后三分之二留下来 所以最后他想要问的是 这里有多少人 所以你看我的路线图会先从这里到这里 再从这里到这里 然后这个就是档案 了解说什么 所以我就不会乘以五分之二 因为他没有要算死掉的 你了解吗 好 好 看一下你怎么算的 哦 我 你 你可能用你们上课教过的方法 对不对 你看得懂你自己在算什么吗 好 你先算死掉的 然后 哦哦哦可以可以对不起 你的算法没有错 你先把死掉算完 然后再去算活着的 对不对 很棒 可是如果是我啦 我图形都画好了 我就可以直接算这里 不是吗 对了 我直接乘以五分之三 就是活着的 OK 我可以把你这两个合并起来 直接算五分之三 懂意思吗 但是你这样算也一级棒 然后再看一下 来算很棒 然后看一下还有没有其他题目有问题 可以赶快问我 好不好 就是你们觉得比较困难的 你有没有发现这样图画的话就变简单了 还有没有哪一题有问题 我等一下二十分的时候要先离开一下 好 对为什么 我要 我妈不知道导师系在哪 那我要带他 好你要带他一下 好好好没问题 还没有哪一题有问题 因为你们打勾不代表你懂嘛 所以你要去看一下哦 要看一下认真看一下 来把握时间 明天就要考试 好没问题 来我来抄一下 四折运算 好赶快去赶快回来 是最上面两题吗 没有 中间这两题 对对对 好好 那你希望我先讲下面那一题还是上面那一题 下面 我先讲下面 下面 下面很简单 哇 这个看起来好困难 谢谢 我跟你们讲 这种题目 你们先回答我一个问题 你去买 你去买 我会 干嘛点 好干嘛点 你买什么 干嘛点 买什么 我去买巧克力 买 你买巧克力嘛 巧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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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呢 你要买什么 干嘛点 要买巧克力 咱们又买什么 买糖果 买糖果什么糖果啊 讲清楚 有 一咱个糖果 我想糖 一咱们的糖果 好 好 你要酥泡是要口腔哪 酥泡 好 酥泡 酥泡 好 那就这样喔 来来来 好 酥泡 好 我们就买酥泡跟巧克力 然后呢 那个巧克力 因为我们现在有几个人 一个人 我们大家每个人都要有嘛 每个人都要有 我们还有他啊 八个啊 八个 来 请问我要付多少钱 来 写给我 我要付多少钱 写在笔记本上 问的好 我不告诉你钱 自己写 你要怎么写 自己想不想写 我都不告诉你钱 嘿 来 我不告诉你钱喔 因为我也不知道要付多少钱 我也不知道他要购多少钱啊 来 来 我们要 我们要买八条的巧克力 因为我们要买巧克力 还要买酥泡 因为我们有八个人 所以他们两个都要八个 对不对 总共要付多少钱写出来 你会怎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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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出来就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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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知道 等一下 等一下 我也不知道巧克力多少钱喔 我也不知道书法多少钱喔 我也不知道书法多少钱喔 了解什么 你要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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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写就好 不知道多少钱 也是可以写 你会怎么写 诶 请问一下 你巧克力算在哪里 蛤 蛤 巧克力八啊 来 好 蛤 对 这是很好的写法 因为我没有跟你说介绍 我也不知道多少钱喔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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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买巧克力 我买的证件 我真的不知道买多少钱 是不是 我不知道巧克力多少钱 我不知道书法多少钱 我去买了 你才知道嘛 对不 所以你要怎么写 你要怎么写 你要怎么写 你这都直接知道 价格吗 其实我根本就不知道 价格 来 我跟你讲 他写得超好 来 他就这样 他就 他就这样 他就巧克力 书法 高手的写法 请你把它写下来 我买了 我买了 哪有 来 写上去 8 8 巧克力我要买8条 酥烹我要买8罐 就这样 就这样 咖啡这个 咖啡这个 诶 咱怎么可以这样算而已吗 8 可以这样算 8成8 八成8 8成8 9要避免 还有没有别的算了吧 可以 怎么算 我把它格数字 换别的 咩 没有 就8个人 八个人你怎么换数字 我们班上就8个人 有没有别的算法 我们刚才这样算了吗 没有没有 你先不要讲多少钱 对 我们可不 对 你怎么知道他在说什么 他说两个香加 他说两个香加 是指把谁跟谁香加 巧克力跟薯泡加起来 先买一粒 一粒巧克力又有薯泡 我买八粒 所以我也可以这样算 所以用他的图形 我就会这样画 对不对 巧克力 一条 薯泡 一罐 然后呢 这样一粒 对吧 这样一粒 我买 贵粒 他们两个答案会不一样吗 会 上面这个 你又开始白白了 上面 上面这个是分开算 巧克力算巧克力的 薯泡算薯泡的 下这个是 我给他种这套餐 这会算 所以上面这个叫做分开算 分开算 下面那个叫做什么呢 一起算 来把它写上去 这个一定要好好的 来 画图写字 这是关键哦 分开算 一起算 答案都一样 因为我巧克力要买八个人份 酥排要买八个人份 因为他都是要买八个人 所以我可以干脆就请老板这两个包一组 对不对 我们有时候常常会这样嘛 就是像那个圣诞老公发糖果 他都会一包一包的 所以我就把它包成一包 然后要给八个人 对不对 好 分开分开一起算 你再看一下刚刚的这道题目 先 你没写好的 你看一下 这个的想法就跟下面的想法一样 这个不就是12乘以一个 你先不要管它 反正就乘以一个数字嘛 对不对 对 你可以说它是12包巧克力 对不对 后面是什么呢 12包酥泡 对不对 但是它要相减 对不对 了解意思吗 知道我说什么 它可能是这样啦 那个本来巧克力很贵 本来巧克力很贵 然后它本来还要买 它本来那个书泡要花钱 可是因为它变成负赠 或者说应该这样讲 好 先不要管它了 好 12乘以它 12乘以 那不就是12 12包巧克力跟12罐书泡 好 好 赶快去 所以请不下 目前的这个方法 看我这里哦 黑板上的这个不就是分开算 对不对 人手同样对不对 通通通都是要买12样对不对 可是呢 可是呢 这一个跟这一个买的东西不一样 对不对 我可不可以把它一起算 现在是不是分开算 陈唐多安那是不是分开算 我可不可以把它一起算 可以一起算的关键是这个 这个买8份 这个也买8份哦 两个都买8份 我才可以一起算 知道吗 我这边如果只有7个人 就是我不想要给他吃 我不给他吃巧克力 那就变成这里7这里8 我可以两个香蕉乘以8吗 可以 这里如果是7 这里如果是7 我可以两个香蕉乘以8吗 不行 不行 它就不相等了对不对 了解了在讲什么 所以这两个如果一样 就可以一起算对不对 大概我想 所以请你写一下 上面的现在是分开算对不对 你把它写成一起算 你会写成什么样子 自己写 等于什么 这个是分开算 这个叫一起算对不对 要抄题目 先把题目抄下来 一千 抱歉 写的不好 一千 你大胆一点哦 12包的巧克力 12条的巧克力 扣掉12条的书跑 12罐的书跑 现在目前是分开算 我如果要一起算 写算式而已哦 你不用算出来 你先写算式 从分开算变一起算 有写好的吗 有哦 好我来看一下 把它写成一起算 一起放 然后你就可以算它了 小心哦 因为它是扣掉 对不对 所以你这边应该是用什么硬算 对 它虽然是一起算 可是它本来是相减 还是相减 对了 为什么有时候会有相减啊 因为有时候可能你会拿 那个折价券给它吗 所以你会少算一些钱 所以本来是扣的 你一定要是用扣的 写的很好 可是括号刮错地方 你少了一个很重要的括号 你看嘛 这个八种这个八种 然后一起八种 对不对 所以这个括号很重要 一起写套餐 哎 还少了一个 这里啊 最前面 哎 等等 你那个括号留着其实没有关系 好 你这样写也可以 然后你把它算完 你会发现 我把一个分开算的东西 变一起算了 对不对 那这两个一起算就会变好算了 你算它 然后再把它乘以12就很好算 你先算一下它 减它 上看看 不会算会交 可能就会算 嘿 看 赞 厉害 很棒 因为那么复杂的数字 你还可以写对 是很厉害的哦 来我来看一下 好 我来看一下 你通常会因为数字很复杂 你就写错掉了 你少了一个很重要的符号 复数 不是 你符号都对了 你符号都对了 但是你少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我们常常讲说 这边是分开算 对不对 你从分开算变一起算 一起算就一定要包装起来 不是吗 嗯 你看嘛 括号 哎 对啊 你没有包装起来 我怎么知道你是要一起算呢 对不对 因为你如果没有包装 我就会变成他跟他算而已 这个没算到 所以要包起来 对吗 你现在是抄题目 你还没写完 好 包起来 包起来 包到最好 你包好之后 这是不是可以先算钱 这先算钱 算了再加算 对不对 算了 算了 对 算了 这是题目 对不对 目前他们不是分开跟12在算吗 你看嘛 现在这个 先算巧克力 再算酥泡 我也可以巧克力跟酥泡合起来 一起算 对不对 这也得到你 12条巧克力 12条酥泡 对不对 那我可以 干脆他们两个先并起来 我再乘以12 对不对 写看看 写算4而已 先不用算 写算4而已 来 你写看看 哎呦 我看看你算的 对不对 对哦 好厉害哦 你很会算 你真的算得很好 你要记得 其实我们只是把刚刚那个分开 因为分开算 感觉不好算 你以为这个乘以它不好算 对不对 很棒 已经有人把答案算出来了 很棒 哇 算得很棒 哦 赞 哦 厉害厉害 哦 赞 厉害厉害 他这个是负 你啊 你啊 等一下哦 等一下慢慢来 对 同学我先问你们一个问题 先问你们一个问题哦 哎那个 负5 好负15-5答案哪个都是 负10 嘿嘿嘿嘿 负10 嘿嘿嘿 没关系 没关系 慢慢来 负15-5 注意看哦 等一下等一下 慢慢来 听我讲 不然你下次还是会再错 好不好 慢慢来 可是你们大部分都写对了 你们很厉害 负15 注意看 那负号是给谁 给15哦 对不对 负15-5哦 他不是15-5 他是负15-5 对不对 如果是15-5 那就是10对了 可是他是负15扣掉 对不对 了解意思吗 那负15扣掉 诶扣掉5 不就是想要把它抵消掉吗 注意听我讲哦 反正我要扣掉 就是要拿掉 看好这里 我要拿掉5 要透过跟他相反 杀拿的掉 对不对 所以他会变成负15 我要把5拿掉 对不对 说话 透过他的相反抵消 了解公司了吗 我要拿掉 扣掉5 注意看我怎么读哦 负15扣掉5 对不对 扣掉5 就是要把5拿掉 那我要把5拿掉 我要把它抵消啊 那5的抵消 就是5的相反 负5就可以把5抵消 所以我透过负5来抵消掉 所以他就会变成负5 负15加负5 就会变成负20 来把这个写下来 注意看哦 这个是代表要拿掉的意思 要拿掉 就是要减掉 来 这个是关键呢 我要减掉 我要减掉 我要把5剪掉 所以我必须要透过 我必须要透过这个来抵消它 来把它抵消掉 因为想要减掉它 就是要把你削掉 对不对 我要把它削掉 我要把它削掉 那我就透过 外加一个你的相反 来把你削掉 因为我们那个癌症 我们得癌症有两种主要的治疗方法 第一种 化疗的方法就是把它杀死 化疗的方法就是要把那个细胞杀死掉 那个的方法就是要把细胞杀死掉 就是要把那个坏掉的杀掉杀掉杀掉 另外一个叫做标靶治疗 标靶治疗是什么呢 我就另外外加东西进来 把你抵消掉 对 所以它是外加一个跟它 就是外加一个可以把你吃掉的那个方法 不是直接用化疗这样 用另外一个标靶治疗 就是用你的相反 我要把你吃掉吃掉吃掉这样 所以透过你的相反把你削掉这样 所以我外加 对不对 我可以直接用化疗的方法 对不对 直接把你杀掉 我也可以透过标靶治疗 所以你自己旁边写上 这一个减掉的意思就是 减掉的意思就是要用化疗 对不对 直接把细胞杀死掉 化疗的方法 对不对 然后另外一个方法就是 透过另外外加一个东西 标靶治疗 所以我加上跟你相反 来把你抵消掉 所以我这个叫做标靶治疗 标靶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细了 他扶你刚刚才给你 你来一下 哈哈哈 是啊 好 那个标靶 好 这个把它记起来 你们刚刚 你就凑在这里而已 你算看看 你就凑在这里而已 因为你直接把那个相减 你复化没看到 其他 其他这个算对的人 都算对了 很厉害 很厉害 因为这一体要算的对 代表你的数学能力很强 来 上面这一个 因为他们通通都是乘以12 对不对 所以我就可以一起乘以12 所以一起乘以12 一起 那个一起就是要把它刮起来 不是吗 不是一起的老师 不是一起的老师 就是一起算 从分开算 变一起算 对不对 所以你里面会写 负1千9分之4 扣掉 999又9分之5 然后 然后接下来再继续算 所以你就知道了 你看嘛 这个是化疗的方法 对不对 扣掉就是要化疗 我可以把它转换为标靶治疗 对不对 所以加上 我要把你抵消掉的东西 所以我要加上负999又9分之5 对不对 所以负的加负的 当然还是负的 对不对 所以负数加负数 这两个加起来 有很多东西都算得很好 我们就把这两个加起来 就变多少呢 1999 对 1999 还有一个9分之4 还有一个9分之5 加起来都要1 所以加起来就多少 2千 2千对吗 负2千 对 负2千 所以答案会变 负的2万4 对不对 来把它完整的写完 把它完整的写完 然后我再解另外一道题目 来 借我一下 没关系 我们稍微讲一下 从这里到这里 我们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算 注意看 那是一种选择 因为我发现这样很不好算 分开算不好算 因为他跟他算太辛苦了 太大了 我发现这个直接跟他算很辛苦 这个直接跟他算也很辛苦 对不对 然后我看到 他们两个都有12 所以我干脆先一起算试看看 换个方式算算看 所以我换个方式来算它 反正这样算这样算答案都一样 我可以分开算得到答案 我也可以一起算得到答案 我选择一个比较好算的 了解好 好 再来 你如果真的完全懂就很厉害了 4除以-3分之2的三次方 除以-16分之3 加上-1又8分之1 除以-3的二次方 好来 看好这里 来 你怎么读它 注意看 怎么读就怎么算 4除以这个数字 对不对 了解吗 这个数字要三次方之后 才变它除的 因为它括号先算 对不对 括号就是它要先算的 就像一起的意思一样 好 所以4先除以这个数字之后 除完之后 再除以这个数字 对不对 这个动作都做完之后 它才进行加法 加上什么呢 加上 加上 这一个 除以这一个 对不对 所以是怎么样 所以你会看到它怎样呢 这一个要算完 对不对 这个也要先算 你带来当做加法 了解吗 因为我算完 你也算完 才可以相加嘛 了解意思吗 好 先弄清楚之后 接下来我们开始 这个是一些分数的运算 对不对 来看我这里 看我这里 首先这一个 有括号 我们要先处理一下 对不对 它在算什么呢 负三分之二 三次方 对不对 所以不就是这个东西 连续写三次吗 这样才叫做 这个东西 连乘三次 叫做三次方 对不对 那这个是多少 所以是三三得九 九三 二十七 二二得四四二得八 然后是正还是负的 你会发现负号是最后才讨论 好 然后这个先放着 所以我现在会变成什么呢 等一下慢慢来哦 所以它会等于四除以 刚刚我算出来了 负二十七分之八 OK吗 有跟上吗 哈喽 看我这里看我这里 然后它后面 除以负十六分之三 这有跟上吗 有 然后这个先放着 后面那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 后面那一个 是不是也要这个先算 对不对 然后因为哦 等一下我是在进行分数的运算 所以带分数对我来讲会不好算 了解意思吗 所以我会先对它做一个动作 变成假分数 变成假分数才好算 所以是负的还是负的 八分之多少 九 好除以 这个等于多少 你告诉我 负二十七 负三的二次方等于多少 负九 负九还是九 负九 等一下哦 负三的二次方是 负三括号二次方哦 对不对 负三括号二次方 所以是不是负三乘 负三对不对 所以负三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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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三 所以除以九 正九 如果是这一个 你知道要怎么写 就会变负九 如果是这一个 如果是这一个 因为它的二次方只对三而已 没有用到负号 加括号就整个一起二次方 所以负号也会二次方 如果没有的话 这个二次方是只有给三用 所以这种写法跟这种写法不太一样 对不对 不一样嘛 表达方式不一样 当然不一样啊 对不对 好 你要一百一块 还是要一张一百的 我要一块一块 真的吗 好 那你下次拿一百块钱 我换一块钱给你 我换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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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左边算啊 右边算啊 我们再把它加起来就好了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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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把除法变成法 负数还是负数 没有影响哦 所以会变负八分之二十七 然后除法变成法 负多少 三分之十六 后面的就变成负九分 对负 负八分之九 除一九 除一九就乘以什么呢 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分之九 对不对 一分之九倒过来就变 九分之九 然后接下来 还是没办法加 通分哦 约分 约分吓死我 好 我听不对 来来来 我们来看一下 你这个可以把四看成什么呢 四分之四 把它看成一分之四 分母跟分子约分 分母跟分 不不 分子可以跟分母约分 对不对 好来看我这里 所以谁跟谁可以约分呢 四跟八 四跟八 一个在分子 一个在分母 所以我可以用多少约呢 四 二 二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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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的话这个会得到二 这个会得到多少 四 好再来 再一次 一 一 四 二 一 二 二 一 三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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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 好 所以這邊會剩下什麼呢 一分 分母 1 1 1 沒有啊 對不對 分母都是一嘛 對不對 那分子咧 一 九 八 所以多少 七十二 是七十二 七十二還是負七十二 負七十二 負的還是正的 你現在在白目狀態嗎 因為有三個字畫出來是正的 負的 這個是負的 負的啊 不用三個 來 你 來 這個是正的對不對 這個是負的對不對 這個是負的對不對 所以相反再相反會變什麼 正的 都會重啊 沒有了 都會重啊 好 來 後面這個 太好了咧 这个9跟9刚好约分之后都剩1了 所以变成加上负8分之1 来看我这里看我这里哦 目前这一个方法 看我这里 这个方法不就是标靶治疗吗 标靶治疗不是可以换成化疗吗 所以这是标靶哦 看我这里 哈啰看我这里 加上东西就是标靶对不对 我可以把它改成化疗 改成化疗会写成72怎样 回答我 加上负8分之1 就会变成减8分之1 这个就是从标靶治疗变成化疗 了解用什么 然后这个你应该就会算了 对不对 72扣掉8分之1 怎么算 用8分之8 借个1嘛 所以借个1它是不是剩下71而已 借个1去扣 那我给我8分是多少 对 这71 来自己 等一下 答案写到这里可不可以结束 不行 约分 哪里约分 约分 来 从题目开始自己写一遍 来 好 你们写 来写在笔记本上 来 题目抄在笔记本上 来 所有人 题目抄在笔记本上 然后下面的你都要自己算 你写好了 你自己算的还是看我的 好自己算 那你再看看其他题目有没有问题好不好 先看看其他题目可以先回答你 来题目抄下来 然后自己算 题目抄下来 你的笔记真的是很棒 女孩子的笔记都很棒 棒棒 哈哈哈哈 棒棒糖 棒棒糖 从哪里 从哪里 你都给我抄黑板 对啦 从哪里 题目再给我重抄一次 在这里 没差我刚刚还夸张你 来 重抄一次 题目先抄 然后就不准再看了 嗯 题目 黑板看懂就要自己算 不可以再看黑板 除非不懂 不懂可以问 你看看其他题目还没有什么问题 把它写完 把它写完 不太懂 我们去看一下黑板 没有关系 这个句写得不错 OK 写完了就可以先休息 回去还是要复习一下 数学还是会忘 还是要稍微复习一下 赶快写啦 你也是有问题在念 什么 我一直有问题在念 不喜欢把我吃过 不喜欢把我吃的 我有一点把我吃的 我只会把我吃的 我还不喜欢把我吃的 你都快想要再关心 我不喜欢把我吃的 我真的看不清楚 不是 你是 你都在死 一天早上沒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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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天早上沒吃 兩天早上沒吃 那是吃了 不好意思 你吃好了嗎 有信心嗎 很棒 沒有看 沒有看喔很讚 好 記憶是很好 用記憶的 不可以用偷看的 好啊 對 自己下來才有意思 好 一定要寫完 寫完才下課喔 謝謝老師 沒有禮貌 沒有禮貌 好嘲笑 很快 不要 不可以了 我一輩子 你去幾百天 吃掉了 嗯 吃掉了 好好吃喔 好喝喔 這次在4百ре